曾经我们是一个穷逼剧组 主演营养不良不幸面瘫 我叫王大锤 编剧饥不择食见啥吃啥 肚子里面全是狗屎 导演莫不关心只顾自我膨胀 我还是安静的当一个美男子算了 但是现在通过工作人员的忍辱负重 万万没想到第三季 欲火焚身重生 我们的创意 好像没有什么提升 就正常 我们的 1234 我们的特效 好像也没有吧 就正常吧 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我都27了 这可能是我更好 反正第三季特别精彩 就回到这种两毛钱起的这种 非常喜欢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